广场上满满都是人 部分老小抢着来看五彩缤纷的花地毯 阳光下拍起照果然更好看 这几天东北风短暂减弱 北部地区睽违已久的好天气 可得把握 因为第十八号台风莫拉飞生成 不会清台 但星期三星期四即将带来雨势 会不会东半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的状况 在东北部地区有可能会有些降雨的情形 到时候发热比较强 或者是它路径稍微偏北一点点的话 还是有可能造成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太阳大好像稍微回暖 不过风势也不小 东北风持续影响 星期四又要转冷 东北风会开始增强 那到了下周五下周六的时候 这两天看起来的话是最冷的时候 其实在台湾的中部以北 还有东半部地区 低温可能都只有20度上下 最低温可能下探15度 天气变化大 长袖短袖都别瘦得太快 也要把握机会出门晒晒太阳 大家新闻综合报道 都能资讽 高明 uss 感谢观看